這整件事情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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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纏著我嘛 那個壓力 胃潰瘍 身體發暴瘦 然後掉頭髮 像我頭髮那麼多 其實之前是掉蠻多的 對 幾乎就是那個 軌跡頭 因為壓力 壓力太大 那時候的壓力有有把你逼到哭嗎 有啊 每天都哭啊 每天哭 幾乎 前幾年發生的時候 幾乎那個報紙登出來 我就很像是犯人 所以我那時候我媽打電話給我說 你真的丟了我們周家的臉 因為他的交易水平其實沒有很高 所以他是看圖說故事 那個畫面就是我在地檢署的門口 跟調查局門口出入嘛 旁邊又有調查員 看起來就很像犯罪 犯罪人 社會也不能理解 然後眾多輿論 而且我們這支球隊出身的球員 即使你沒有球打了 你回歸到社會 也沒有人相信你 因為他是一個社會包袱 所以你要再怎麼解釋說 請你們相信我沒有人相信 當時打假球事件 你幾乎滅頂了 這怎麼說 就我個人也是第一次碰到 以前都是聽 比方說黑鷹 黑虎這些事件 然後只是聽學長說 或者是聽聽朋友說 但是真正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才知道說這件事情這麼可怕 對 幾乎滅頂是說身體方面 這整件事情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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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纏著我 那個壓力 胃潰瘍 身體發暴瘦 然後掉頭髮 像我頭髮那麼多 其實之前是掉蠻多的 對 幾乎就是那個軌跡頭 因為壓力 壓力太大 然後每天都在等待說 下一個工作是什麼 像我們那時候 每天在討論的 不是說怎麼樣再進步 我們每天在討論是說你有沒有工作 有沒有其他工作可以介紹 那時候你還在打嗎 還是說 還是打 但是你想離開 對 那時候是準備要隨時要離開 因為中華職棒那時候也不穩定 隨時可能都會解散 這個聯盟會解散 所以我們那天 那時候每天在討論的話題是 我們下一個工作要做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好的工作 或者是好的學校介紹 那你那個壓力是來自於黑道對你的恐嚇嗎 都有 他是怎麼恐嚇你 比方說利誘 金錢的利誘 或者是人性面的考驗 比方說像我常講的 他有一筆錢 一堆錢在那邊 你又不會考慮 像我們這種出生在窮苦地方 或鄉下地方的小朋友 看到那麼多錢是真的是很大的誘惑 那其實那個錢多到你會覺得我拿了 我可以改善很多事情 我做了這個動作 我可以改善很多包含家計 包含家裡的債務 包含所有所有 所有我想到這些可以一次就解決 那是多少錢 目測數百萬應該有 而且現金不用繳稅 幾百萬放在桌上給你 對啊對啊 就給你看 這樣你配合 對啊對啊 都說 而且還有月薪可以領 所以如果你配合的話 月薪可以再挑高到什麼一個程度 這樣 當時你的月薪多少 當時在成泰 我剛加入是七萬塊 然後後來變米茶的時候 好像是十萬塊吧 十萬塊 對 再加薪 再免費一大筆 對 不用繳稅 因為那時候才剛學繳稅 我說要繳稅要繳這麼多錢 那是帶你們去酒店喝酒的時候 這樣做嗎 還是說在什麼場合 因為那個那支球隊成泰 Cobras已經被黑到幾支買下來了 所以他的宿舍就是他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會在宿舍 因為他們宿舍的樓上 就是那些行政管理 他們在在在做做事情的地方 所以他就會一個一個叫選手 從下面叫上去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不想配合呢 會怎樣嗎 就只能虛意為意 就是說沒有啦 我不在做這個啦 就是以拖待變 對 慢慢的以拖待變 因為我也很想要繼續打球 心中也一直期待說 這件事情會不會像之前黑鷹 黑虎這些事情 他解決的時間比較短 一下就解決了 就心中有一個期待 是不是下個月就解決了 是不是下下個月就可以結束了 但是其實一直沒有 一直繼續拖下去 就只能一直這樣子 慢慢的以拖待變 說不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記得徐生銘總教練 好像被用刀子刺過 對啊 銅屁股嘛 銅屁股 在路邊嘛 那你 你他們不會 不會恐嚇你 會 那時候他 他們就會講說 我們知道你 我們都有你們的人身資料 因為那時候 你的基本資料都要登記嘛 對 我知道你家住哪裡 類似這種話 都是半開玩笑的恐嚇 但其實聽起來蠻可怕的 所以他就會類似這種的事情 就會一直發生 有亮刀亮槍嗎 就會跟你講說 如果你不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要吃 要不要夾槍劑 夾槍劑 哇 夾槍劑 就是用用槍在恐嚇 對啊 槍劑嘛 就是嘴巴上講 實際上也會 也會說有嘛 對啊 也會給你看嘛 那你看到球場上 他們就在指揮打甲球嗎 他們有暗號 對 他會跟幾個特定 已經接受打甲球球員 他們有暗號 當然這個暗號 我們不知道 對 但是就會這樣傳說 那今天的暗號是什麼 比方說 像我剛剛加入職業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 他是有醞釀的 他其實一直沒有結束 從黑衣那時候 都還一直有大大小小的事 比方說黑衣結束之後 可能黑胡有幾個什麼行政人員 他有涉及牽毒 白手套之類的 這件事情一直沒有結束 在我加入職業隊的時候 我都一直有聽到這些事情 還是有 就是小小的 對 就是零星的事件都發生 所以我一直知道說 這件事情他是沒有結束的 但是我不能想像他會這麼大 發生這麼大 醞釀變成這麼大的風暴這樣子 那時候的壓力 有有把你逼到哭嗎 有啊 每天都哭啊 每天哭 幾乎 比方說被約團玩 因為很緊張嘛 我們 像我們棒球員 我覺得棒球員不能用一般人來看待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封閉的小團體 像我們小時候不用開招會 不用升旗 不用跟其他人互動 不用參加學校的活動 我們只要專心打棒球就好 我們只要把球打好就好 我們就是最好 所以這些學生的生活 幾乎是沒有參與到 所以其實我們是一個很封閉的團體 很封閉的人 我們沒有辦法也不會有機會學習 怎麼樣跟這個社會互動 這個社會是什麼 我們其實不是很清楚 這個發展是怎樣 我們不清楚 所以當我們碰到 下回蘇的時候 我們會招架不住 而且我們沒有辦法想像說 這些社會是為什麼會發生 在我們這些身上 因為幾乎你稱為職業球員 都是從小打到大 幾乎都是 基本上都是最厲害的選手 那這些最厲害的選手 都是從小就是為國爭光的小英雄 那我前面有講到大英雄 王光熙 大英雄也是結束了 也是因為假球 所以他就是我們最好的寫照 對 所以還好有學長的 他們過去的指導跟這些前車之間 如果沒有的話 我沒有辦法想像 那你被約談了幾次 調查局 檢調 地檢署就一直跑 跑到我記得跑到二零一一五 還是一四都還在跑 就是要接受這些傳單去應訊嘛 因為那個約談的名單 如果有周思琦的時候 那個媒體就會寫你知道嗎 對啊 寫了很多人就覺得 周思琦也有涉案嗎 當時像那時候 前幾年發生的時候 幾乎那個報紙登出來 我就很像是犯人 所以我那時候我媽打電話給我說 你真的丟了我們周家的臉 因為他的交易水平其實沒有很高 所以他是看圖說故事 那個畫面就是我在地檢署的門口 跟調查局門口出入嘛 旁邊又有調查員 看起來就很像犯罪 犯罪人 社會也不能理解 然後眾多輿論 而且我們這支球隊出身的球員 即使你沒有球打了 你回歸到社會 也沒有人相信你 因為他是一個社會包袱 所以你要再怎麼解釋說 請你們相信我 沒有人相信你 所以那些後來有這個牽涉到打假球的人 後來被判刑之後 他們的生活怎麼樣 你們還有聯繫嗎 幾乎沒有了 對 但是會 因為臺灣很小嘛 然後他們也都在這個圈子的角落去生活 會碰到也會聽到 基本上都是改名字 或者是就是過得沒有很好的 改名的 改名的 做什麼工作的不知道 都有 苦力啊 或者是比較好就當那種地方教練 對 可是你當教練又不能掛牌 就是黑教練 黑牌教練 因為他有錢科了 對對對 他有那些資料 所以他在球界是被放逐到邊疆去的 所以曹錦暉是那麼 當時是那麼的不可一世 他的簽約金兩百多萬美金 然後老實講 他的球職實在沒有話講 那後來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會覺得很惋惜嗎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然後我一直覺得 他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大股翔品 如果當時他有人保護他 這個社會有人用大股翔品的機制去保護他 那個那個沒有辦法想像 他的強救就不一樣了 今天我們穿的球衣 可能就是曹錦暉的球衣 因為他就是球界獨角獸 他就是當年的大股翔品 因為他的天分非常非常高 可是因為這個環境打造出的產物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怪他嘛 我覺得也不能完全要怪他 了解 因為他就是時代的產物 他的他的狀況 他的現象就是臺灣的投射 那時候的投射是這樣子 對 那你又要我們球員在這麼封閉的環境 沒有接過訓練的社會上面的訓練跟磨練 還要靠這個我們自己努力打拚成像大股翔品 對 這件事情也太嚴格了 叫一個球員要去抵抗那個黑道的勢力 然後這個出了勢以後 好像就被拋棄了 對 那個太殘酷了 對他 他這個現象來講 我會 因為我們是一起長大 我這個情緒其實很矛盾 他那時候國三的時候 已經選到國手 高院說要他跟我另外一同學 我們那時候三個很好 然後我就說不要我 然後那個錦暉跟另外一同學就說 如果詩琦沒有去的話 我們也不要去 然後我才這樣搭順風車去高院 真的 真的 真的是這件事情是真的 然後才跟著他們去高院 他也是你的貴人 對 我們三個那時候很好 對 所以這些天才選手出現 然後就這樣殞落 我覺得他們就是台灣社會的人才的血罩 我們的社會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對待這些選手跟人才 我真的覺得是環境 而不是所謂像日本人講說 台灣人沒有魂 我覺得那個魂 我們要自己打造 我們自己台灣魂 如果未來有看到這些像這些 極有天賦的選手 對 我很想要保護他們 就是我很希望說 未來大谷翔平 那個位置是台灣人 台灣選手 然後我們穿的球衣是 不是大谷翔平 是 可能是台灣人的名字 對 球衣 好好好 站在那個舞台